大家好,欢迎收看教育大大上 我是来自威福星国际教育的Rita 今天呢我们将带领大家了解一下美国的私立高中 美国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是非常看重学生的综合能力的 美国的私立高中呢是比较培养学生的 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能力 比如说创新能力啊,领导能力啊,社会责任感之类的 而我们中国的应试教育系统可能会比较缺乏这一方面的培养 所以呢很多家长在高中阶段呢就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高中生 让他来带领我们了解一下他们所读的私立高中 以及他们对美国私立高中的看法 下面请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王静宁 现在就读于圣地亚哥当地所私立学校的12年级 我也是微普新托管项目的一员 现在在1-1的阶段去报登学院里去 嗯,报登学院呢是全美排名前三的文理学院 是非常棒的这个文理学院 静怡同学呢现在在他的高中担任国际学生领合会的主席 那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秦木然 目前在圣地亚哥一所私立高中就读12年级 我也是微普新托管项目的学生 目前在1-2阶段在Emory大学录取 Emory大学呢是全美排名前21的综合性私立大学 是非常棒的学校 凯文同学现在在他读的高中呢是担任篮球队队长 欢迎你们 那首先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在美国来了这么多年读私立高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私立高中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community 因为我们真正是有一个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因为我们学校的人非常的少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 就是本年级的人肯定是会互相认识 我们也会认识低年级的同学们 这样的话整个学校就会是一种 比较紧密的一个集体 不会是说我就继续要上完课就认识几个学生 然后我就回家 OK那Kevin呢 我觉得私立高中的氛围很好 完之后呢跟老师也可以有更多 就是老师对学生课也有更多的关注 OK在课堂上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师生比例 就小的课 我上过最小的课是就三个学生一个老师 哇那就当于是那种私教课堂了 最大的超不过25吧 OK也就是对就是大概是一比二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对 OK那你们就是说 呃当然平时课程上肯定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 比如说在大学申请上面老师会不会给你更其他的帮助呢 呃就是如果你问的话他们都会很开心的为你就是给予帮助 写推荐信对吧 对推荐信是一个 反正呢每个学校是有一个college counselor 嗯哼就是整个文书这个申请阶段他都会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很好就是你平时跟他schedule一个时间 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其他老师 其实都很关注我们思想上面的走向 嗯嗯比如说我很喜欢上的一个历史课的老师 他带了我三年啊我跟他也会聊很多在学校之外的事情 他也非常愿意去帮我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或者聆听我的烦恼 嗯嗯嗯我觉得就是私立学校这一点是非常棒的 就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不仅仅直线于课堂 嗯嗯更多的是在生活上或者是你其他领域的一个拓展对吗 对对对 OK那就是在私立高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在公立高中读书的朋友 比如说你们私立高中的AP课程设计是不是会更多一点 嗯对我们学校AP是一年隔一年的来提供 然后呢每一年都会给到就是两年加起来是会给到几乎所有的AP课程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如果报的课的人非常非常多的话呢他就会设立两个课时 就在两个period都会提供这一门课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想修都是可以修得到的 就是不会出现说我想修一门课就是选不上课这种情况 对不对 不会不会 对那凯文你当时就是修AP的时候也是有老师给你提供建议吗 还是你自己来决定 他们会告诉你今年明年后年的会有什么AP课给你提供 你就是根据这个规划好吧呀 比如说我今年修的这个明年修那 也就是总结来说你们可以问你的学校counselor就是或者是老师 要一个你们这个大概这几年你们会开哪些AP课 然后你自己跟老师来探讨就是说你从哪哪些AP课开始读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大概两到三年的这个规划 对 OK哇非常好 那就是说你们觉得在私立高中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吗 比如说学术方面的或者是说课外活动方面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肯定是有更多机会像尤其是体育这方面 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公立的学校我可能就不会在校队上面打球 那私立学校我就可以当篮球队队长啊这种 就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对我来说 有更多的表现自己领导才能的地方对吗 机会对吧 对 建议我想让你当时就是为什么会就是成为一个国际学生领会的主席 这个组织你是怎么成立的为什么老师会同意对 这个并不是我一开始一手建立的 而是我进学校的时候这个社团就存在 然后我第一年我是作为一个就是参与的议员 然后第二年是Vice President 第三年是同系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学校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很会他首先会去包容所有人 你们所有人你只要申请基本上都可以加入到这个社团 然后呢你加入一年以后 你要不要再去continue第二年 就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这个也是真正 就是很多大学想看的 就是你在活动上有没有一个连续性 对 而不是你就这两个月做的一个活动 或两个月再做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学校非常能够帮助学生一点 就是他会提供一整个活动的一个连续性 我觉得刚刚静音他谈到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大学申请过程中不是说在于你做的课外活动有多少 有那个数量是多少 更大的就是说在于治疗 而且你做的这个质量的持续程度 比如说你从九年级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持续了两到三年 那对于你做其他的事情可能做了三四件 但是你每一年都去换 可能大学招生观更看重的是一个持久度和这个课外活动的质量 对吧 OK 那除了以上我们谈到的这些 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吗 嗯 我是觉得课外活动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挑 挑哪一个可以对我们有 对我们会很有用 或者哪一个会让我们look good 而是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追寻我们自己的兴趣 甚至就是去参加更多的 你参加以后你才能真正知道你在里面会是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你在里面会不会真正的喜欢 嗯 所以就是要更多的去参加这一类的活动 对 我觉得私立学校的机会这么多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优势 嗯 就不要泛滥就活动就参加一些 对 OK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教育高大上 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谈一下 新生如何适应美国高中 下周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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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